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庞大家业支撑下的蓝星妹成为了娱乐圈中的香伯伯 一直都有不少的渔圈人士乃至金融圈人士等待着娶她 但不知为何蓝星妹至今未婚 虽然蓝星妹未婚但她的儿女却不少 原来蓝星妹热衷于任干儿子与干女儿人数多达十几位 可谓是儿女成群干儿子干女儿多了 蓝星妹自然就传出了绯闻 尤其是她与干儿子们各种绯闻不断 例如干儿子谢和贤出世后 蓝星妹曾真情告白道 肩膀永远给她靠 这不得不让人猜测 她与谢和贤之间是否存在着 不止于母子之间的情谊 这样的猜测并非大众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而是蓝星妹的此类绯闻太多 就像蓝星妹收下郭彦君兄弟后 被媒体拍摄到 她带着郭彦君回家过夜 第二天早上七点后 郭彦君才从她家的地下车库出来 头天夜里究竟是在聊剧本 还是做别的事 恐怕只有他们几人才知道了 甚至还有前脚与干儿子郭彦君的绯闻 还散板天飞 后边蓝星妹 就被传出带着小20岁的弟弟提母过夜 面对外界质疑 蓝星妹回应 在家看球到天亮 同时 蓝星妹对外宣布 准备收养提母为干儿子 这就不得不令人遐想了 当然 除了与干儿子们的绯闻不断 蓝星妹做节目的时候 也与小鲜肉传出绯闻 总之 蓝星妹到现在没有完美的婚姻 也是与她不羁的私生活有很大的关系 二 谢欣 如今41岁的台湾艺人 兼主持人谢欣 曾在2019年被媒体爆料 她和协星天团已婚的男星阿祥 搞起婚外恋 当时这起事件引起了不少网友讨论 也让她的主持生涯暂时高一段落 好不容易积极复出 因生活已恢复正常后 谢欣却又在2021年5月份 在个人脸书上发文 我现在身价上亿 财富自由 并且还是爱出自己的华丽打扮 参加生日派对的贵气模样 一时之间又引起不少网友讨论 甚至连不少媒体猜测她 可能是被富人看上了 三 张爱佳 张爱佳在20世纪的7080年代 令无数男人着迷 为她折腰的布局限于粉丝 她有大半个影视圈 乐坛的才子 以及商圈的富豪 媒体界的名人 原来一开始在纽约生活的张爱佳 正好碰上了 嬉皮是浪潮 她在爱情里不断沉沦 男朋友一个接一个的换 后来张爱佳成了家和旗下的艺人 与同公司的金川出双成对 但奈何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 后来 在闪亮的日子剧组 张爱佳又遇到了刘文正 目光全放在了她的身上 根本没罗大用什么事 这一次刘文正不再干柴烈火 反倒因为才华和帅气的外表 吸引了张爱佳主动求爱 而对昔日女神的示好 刘文正的内心或许 仍波涛汹涌 表现出来却是淡定如柳下汇 在刘文正那里受到了挫折 向来爱才更爱才子的张爱佳 这才重新打量起了罗大佑 但就在两人不安分的情感 在心中悄然生长时 张爱佳与刘又玲结了婚 但这并不妨碍她与罗大佑谈恋爱 可六年后 张爱佳又回归了单身状态 后来张爱佳又与富商王敬雄一见钟情 相恋四年后 张爱佳生下了和王敬雄的儿子王令辰 对方也与原配离婚 娶妻为妻 张爱佳的一生可谓离不开自由两个字 如果不是遇到王敬雄 也许还将继续为了自由而不停漂泊 提起老牌歌星潘月云 想必不少七零八零后 对她的印象还是挺深的 凭借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 让她红遍大江南北 大多数搞事业的女性都有一个通病 那就是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搞成了大龄圣女 或许是因为心太慌 潘月云的紫欧眼光也变得越来越差 1997年 潘月云结识了画家黄光泉 相较于一直没啥起色的视野 黄光泉的嘴皮子功夫 更能蛊惑人心 恋爱谈了两年 黄光泉也伪装得挺不容易的 等到领证结婚 成为法律承认的夫妻之后 黄光泉再也装不下去了 很快就露出了真实面目 原本就是一段女强男弱的婚姻 黄光泉受不了书画界朋友调侃他 一大把年纪还吃软饭 外面受了气 不敢跟别人较劲 于是就回到家里逞威风 潘月云也曾想过离婚 无奈自己已经身怀六甲 人到中年 这个年纪若是不要孩子的话 或许一辈子都没有当母亲的权利了 思前想后 潘月云又心软了 他只能忍辱负重 在黄光泉的语言暴力下苟且偷生 然而 黄光泉却更加自以为是 目空一切 随着潘月云事业上的土匪猛进 他对潘月云的打压也成倍增长 潘月云终于忍无可忍 带着女儿搬出去住 并且跟黄光泉提出了离婚 然而 黄光泉却开启了死缠烂打的模式 他屡次到潘月云处骚扰 万般无奈之下 潘月云只好选择搬家 但是黄光泉依旧 会想尽办法找到他的住处 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潘月云接连搬了三次家 还是没能彻底摆脱 黄光泉的骚扰 潘月云想离婚 黄光泉就是不肯 于是潘月云跟黄光泉的事情 在夜内传开后 同时黄启舟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同情 渐渐的 这份同情升级为爱恋 两人也因此越走越近 后来竟然发展到同居的关系 黄光泉听闻后 竟然喜出望外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把柄握在手中 逾婚时 赔偿金自然是少不了的 2008年8月26日凌晨 警方接到黄光泉的报警电话后 在黄光泉的带领下 在潘月云的住处 拍下了大量婚内出轨的证据 2009年 黄光泉向台北法院提交诉讼请求 要求潘月云赔偿自己精神损失费 及名誉损失费 共计800万新台币 在铁证如山的大量床照面前 潘月云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 为自己的婚内出轨行为 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 直到2021年 64岁的潘月云 入围的经典奖 她的名字与歌声 才重新被爷亲回 让人感叹不已 那些风云岁月 究竟埋没了多少好时光 5.蔡幸娟 提起蔡幸娟 不由得让人想起那首著名的问情 当年有多少人看过《西桌前楼》 就有多少人对这首歌记忆深刻 一首荡气回肠的情歌 被她演绎的白转千回 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也成为她成名座 在添一笔绚丽的色彩 然而 再美的嗓音也换不来情场上的一番风顺 上天赐给了蔡幸娟名和力 却让她用情路坎坷来交换 蔡幸娟凭借一级致力 帮爸爸还清了赌债之后 她开始考虑嫁夫生子这件大事了 因为童年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 所以蔡幸娟对于安全感的理解 就是嫁一个有钱的老公 为了给自己的下一代 找一个有钱的爸爸 保证孩子未来的衣食无忧 蔡幸娟选择了一个搞服装生意的男人 两个人谈了一段时间恋爱 不知道对方是否有娱乐圈的女人 都不靠谱的想法 总之两人交往一段时间后 这个男人却转身娶了别人 正当蔡幸娟因为失恋备受打击之时 她的真命天子却强然出现了 某一次 蔡幸娟受邀来到内地演出 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 台湾综艺节目制作人谢孔忠 由于蔡幸娟对内地并不熟悉 入斥的她 因为买不到安徽到长沙的机票 犯难之际 谢孔忠帮她解决的这个小麻烦 彼此眼神相对之时 暧昧的情愫如同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般 一发不可收拾 2003年 谢孔忠迎娶的蔡幸娟 两人婚后生下一女 最初的那几年 围城里的生活还算相处和谐 但是再美好的婚姻 也经不起俗世的消磨 对蔡幸娟来说 这段扫偶式的婚姻未同嚼辣 再也没有意义了 2009年 两人离婚之后不久 台媒就爆出蔡幸娟 与有夫知夫文文瑶酒店密会的新闻 不过蔡幸娟则回答 我又没搞事情 见面的时候也不是孤男寡女 身边还有工作人员 大家在谈工作 于是直到现在 蔡幸娟一直是孤身一人 71岁的林月云一生未嫁 但是却因为活色生香的情感生活 饱受外界质疑 她两度介入闺蜜的婚姻 生下女儿之后 还能搭上身嫁上亿的 有夫知夫 但是清新陪伴其31岁 却始终没有获得名分 林月云一开始是当地知名的 闽男与女演员 不过因为工作的关系 她遇到了有夫知夫侯世红 当时的侯世红已经40岁了 妻子名叫郭淳美 本来和林月云是闺蜜的关系 因为两个女人关系不错 郭淳美常常邀请她到家中做客 一来二去便和侯世红熟络落起来 具体两人到底是怎么在一起的 林月云闭口不谈 但却在1978年未婚怀孕了 但是偏偏用情置身的她 宁可背负小三的骂名 姚和侯世红纠缠不清 这相当于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她 自毁前途 很长一段时间 林月云没有再拍戏 而是安心地待在男友身后 做个小女人 侯世红眼看她的肚子越来越大 只好回到家中对妻子郭淳美摊牌 称要离婚 对此郭淳美痛骂两人不道德 尤其是对于闺蜜林月云的背叛 更是无法容忍 还曾经在报上公开刊登 指责林月云同时 她坚决拒绝离婚 只是小三的女儿侯佩曾出生 甚至到了丈夫趋势 都没能让林月云尚未成功 在这样的情况下 林月云不吵不闹 请假一年 便搬进侯世红给买的房子中 安心养胎 害怕她无聊 侯世红非常担心地 介绍了自己富商朋友 邱家雄的老婆蔡贵照 给林月云认识 让两人无事实打牌前面 正是这个举动 使得侯世红亲手将自己的女人 推给了另一个男人 同时也开启了 林月云另一段 轰轰烈烈烈的小三之恋 前不久 林月云和女儿一起登上 婆婆和妈妈 节目中大谈害怕女儿 受到自己经历的影响 一丝卖惨 对此 网友们并不买账 认为她两次破坏别人的家庭 最终虽然没有尚未成功 却获得一万身家 诸多行为令人唾弃 7.狄英 1998年 狄英与孙鹏英系结缘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2000年 他们生下了爱的结晶孙安佐 可就算有了小孩 狄英依旧我行我素 顾得上姐妹就顾不上家人 她经常出门玩耍 与朋友聚会到深夜 花钱如撒钱 2004年 脸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离了婚 为了弥补孩子 狄英将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孩子的培养上 时间一长 在儿子的牵线下 狄英与孙鹏旧情复然 2007年选择了复婚 但事与愿为 2018年 18岁孙安佐 被外国学校起诉并拘留 为救孙安佐 狄英两人花费了大量金钱与人力 无奈之下 狄英之后带着20岁的儿子 自助做公益 上节目 继续为儿子费心费力 由此可见 这些女明星要是年轻时 不犯下太多的错误 那么她们的未来 应该就不会有着 这样如此惨淡的结局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订阅收看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